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七集 城郊的坟地墓穴附近 藏有许多的火窑 那都是死尸腐烂消解 混合了弟弟的完兆 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可燃性气体 被常年封闭在洞穴里 一旦突然暴露 与外界的空气接触 就会产生剧烈的燃烧现象 也该着他赵老鳖倒霉 他要找的雷公墨 恰好紧挨着一个充满沼气的火窑 他命人以长绳牵引石块 立刻使洞壁崩塌 轰的就蹦出来一串火球 烧得赵老鳖在地底里挣扎翻滚 爹一声娘一声的惨叫 而他身上负着的绳索也因此断裂 连人带石头一同跌进到地缝深处 司马辉他们三人见到出了意外 急忙俯着身子去看下面的情况 就看壁上的泥土砂石纷纷滚落 那盏马灯也衰灭了 底下变成一片漆黑 根本看不到东西 幸好雷公墨附近是盈阳滋生的巢穴 有无数受到惊吓的灯笼虫都从草根中飞出 没头没脑的到处乱窜乱撞 地下的裂缝中营竹流转稍微亮了起来 借着一层层黯淡阴森的光雾 隐约可以看到赵老别的身影 他落下去之后 在距离地面三十几米深的地方 被一团凸起的岩层挡住 垂着头一动不动 也不止是死是活 司马辉在上面喊了赵老别几声 没有得到回应 他心中着急 便打算冒险下去救人 罗大舌头急忙劝阻道 这地方是个土壳的 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爬下去肯定是被活埋在里边 你小子腰里挂条死后的 你真敢冒充打猎的 我告诉你 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 夏琴也十分着急 但他比罗大海更没主意 这可怎么办 要不然 要不然咱们赶紧回去找人帮忙 司马辉虽然知道此事危险异常 但他觉得赵老别是个有本事的稀奇人物 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死在罗石坟 未免太过可惜 自己绝不能眼睁睁袖手旁观 眼下救人要紧 顾不得再多说啥 他摸了摸自己腰上扎的武装袋 脑中一转 心中已经有了技法 立刻要了罗大海和夏琴两人的皮带 并让那二人留在上面接用 随后探身爬入到地缝 罗大海和夏琴 本来还想阻拦 但一看司马辉的斑爬气势 都给吓了一跳 如果是正常人 无论是爬上还是爬下 都必然是头顶朝上脚心朝下 可司马辉却完全相反 只见他头顶向下 双膝弯曲 用脚尖勾住了岩缝 张开的双手交替支撑重心 有如一只倒立的壁虎 贴在墙上 由左而行 二人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诡异手段 直瞪的是目瞪口呆 把心都闲在了嗓子眼 原来司马辉这类攀爬月壁的姿势 是他祖上所传的陆林绝技 叫做蝎子倒爬城 又换作倒脱靴 据说呀 蝎子爬本是民间杂技中的一门 中国最有名的杂技之乡吴乔 上至九十九 下至刚会走 无论男女老少 都会几样绝活 赶上年景不好 就成群结队到外乡卖艺为生 这是他们当地从古代就有的传统 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形成的风俗 前不久 在乌桥附近出土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 墓中壁画上就描绘了肚皮顶腕 蝎子爬火流星等古老的杂技项目 说明此类绝技自古已有 历史非常之悠久 虽然在近几百年的杂技项目中 古代绝技蝎子爬早已失传 但在旧时的军队里 却得以将其继承并且保留了下来 在军中会使用这套本领的 大多是受朝廷招安的陆林盗贼 他们偷成踹营的时候 能够倒立起来 以双腿抱住城墙边角 快速攀爬而行 见者无不吃惊 故称为蝎子刀爬朝 其实啊 这形同蝎子爬的倒行攀登之计 更加符合人体力学 只不过没人敢轻易尝试 甚至头脑正常的人连想也想不出这种姿势 司马辉祖上曾是清末的军官 又是陆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是有通天彻地之能 使得这一脉至今乃有传人 司马辉自幼就随文武先生练过这项绝技 但火候不足 也从未在人前使用过 这时 司马辉提住了一口气 贴着地缝不住的向下移动 没几下就爬到了赵老鳖身墙 借着附近团团飞舞的萤火虫 发现赵老鳖口鼻中都在流血 早已摔得是不省人事了 虽然身上那件厚实的皮凹 算是救了他的命 烧伤却极为严重 再伸手一探 发现鼻息尚存 背回去说不定还有救 司马辉立即反转回来 他用一条皮带缠住了赵老鳖的腰间 另一条与自己的皮带相连 将赵老鳖绑在背后 幸亏他赵老鳖是个皮包骨头的干瘦身板 加上部队里的武装袋足够结实 司马辉勉强还可以将他拖住 眼瞅着这土壳子底下及时脆弱 说他就他 再也不敢多坐停留 正要从原路攀回 却听赵老鳖忽然呻吟一声 一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有气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地缝深处 司马辉低下头 顺着赵老鳖的手指一看 见地缝深处的营嚷层层叠叠 光雾围绕着一块漆黑如玉的雷公墨 正好落在了下方半米之处 距离不远 几乎是触手可得 赵老鳖的意思是 似乎是让司马辉先把雷公墨带出去 因为地缝深达数百米 土壳和岩层随时都可能崩塌 将地底裂缝填排得奄奄实实 赵老鳖虽然身受重伤 但他脑中贪念更重 实难舍弃这块千载难逢的雷公墨 还妄想俱为己有 司马辉身后背着赵老鳖 爬在壁上已觉得吃力了 而且受力太重 地底深层的内侧的土石崩落更为剧烈 他见势头不对 心知活命要紧 哪里还能顾得上什么雷公墨 当下深吸一口气 不管赵老鳖的怎么说法 施展着蝎子爬就迂回攀向了地面 罗大海和夏琴在上面 看到土壳子上大块大块的不断塌落 又好几次都险些将司马辉活埋 不由得巨士心惊肉跳 终于见到他接近地面 连忙伸手连拉带拽 使出吃奶的劲 将司马辉和赵老鳖拖了上来 他们也就是刚刚脱身出来 就听得轰隆一声 大量剥落的泥土砂石 已将那地方埋了个密布透风 雷公墨和无数灯笼虫 都随之被压在了地底 再也难以重见天日 司马辉此时已是汗流浃背 坐倒在地上喘着粗气 他刚才逞了一时血泳 现在想来也觉得后怕 只要是在晚上一步 此刻就可能埋尸地下 罗大海见司马辉完好无损 才放下心的 他又去看了看赵老鳖的伤势 看完一抖了手 叹道 完喽 连手得睡 这人卡是没救了 恐怕现在送医院也来不及了 趁早抛坑埋了为好 要不然摊上人民关子 咱可是吃不了兜着抖啊 司马辉定了定神说 去 好不容易才把头从肥窟里拖出来 你好歹也想点办法 给抢救抢救 再开个死亡证明 这还带着活气 哪能说卖就卖 罗大海无可奈何地说 咱又不是医生 怎么抢救啊 不信你自己可看看 这个老赵现在真是出气多 进气少 半边脸都烧没了 人也摔成个血葫芦 你看很快他就叫梁子伯爷 登听群士叫去了 司马辉忽然想起一件事 哎 夏勤 夏勤的母亲我记得 是军区医院的医生 她受家庭熏陶 多少也应该会懂些艺术吧 于是赶紧就让夏勤 先给赵老爹采取点急救措施 然后再想办法送医院 夏勤还不满16岁 哪里经历过这些事情 她虽然懂些医学常识 但是现在看到赵老爹 浑身是血 脸颊烧没了一半 两排牙床暴露在外边的可怕样子 心中只剩下一个荒子 哪里还能施救啊 何况她母亲的确是医生不假 可却是为妇科医生啊 司马辉 实在不想看着赵老爹就此死掉 即便只有一线希望 她也不肯放过 窜到着夏勤说 妇科医生也是医生 你别有太多顾虑 司马当活马医就是了 何况她老赵是一个将死之人 根本不会在乎你医生面前挂的是什么图像 夏勤经不住 司马辉和罗大海一通央球 只好搭着胆子去检查赵老爹的伤情 除了脸部的烧伤很严重 肋骨也可能舌断了好几根 刺破了沧气 造成了内出血 所以嘴边全是血末的 呼吸断断续续 神志时有时无 这罗石坟地处荒郊 根本来不及送去医院 即使是及时送去了 也肯定救不活 夏勤虽然忙活了半天 但她既没经验 也没医疗器械 终归是束手无策 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这时 就听赵老爹咳嗽了几声 竟然再次从深度昏迷中醒了过来 罗大海还以为是夏勤 真有七死回生的医术 连赞她本事高明 但司马辉却看出赵老爹 这是回光返赵 性命也只在请客之前 不禁心下黯然 低声道 老赵头 你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想让我给他们带什么话 赵老爹望着司马辉看了看 摇了摇头 又断断续续地说 想不到俺赵老爹 这辈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到罗氏坟这小河钩子里翻了船 看来这就是命啊 命里八尺难求一场 这话说的果真是不佳 他更加没想到 你 你 你司马团头年纪轻轻 就会施展鞋子到爬城 你是跟谁小的本事呀 司马辉见赵老爹 随时都可能厌气 觉得也没什么必要 再对他加以隐瞒 就简单说明白了 自身的出身来历 赵老爹略显惊讶 但他也感觉自己命已不长 用尽最后的力气道 按照老爹在世上 无亲无故 念在咱们爷们 多少有些交情的份上 你们就帮忙帮俺 这把老骨头 葬在罗氏坟里 活着 看不到雷公墨 死了做了鬼 你守在他旁边 也好啊 说到这儿 他颤巍巍地指着指那地下 有气无力地说 黄石山上 猪黄牛 大街 骑了 街远的 司马会向其所指之处看去 正是刚才他方埋住雷公墨的地方 他又听赵老爹最后几句话说的古怪 盲问 你说什么 可赵老爹忽然间目光散乱 不等话说完 就一口气转不上来 死在了司马会面前 司马会三人 虽然都与赵老爹相识不久 但毕竟患难一场 亲眼目睹他死于非命 都不免有些难过 守着尸身沉没了良久 直到荒野间的萤火城四散消失 才用石片在地下挖了个浅坑 将其葬入集中 司马会心想 雷公墨已经被埋入地方最深处 今后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出现 萤火城的器官了 又寻思着要等到清明节前后 再来给赵老爹祭扫一番 三人别过了赵老爹的葬身之地 缓缓走回了螺石桥 一路上各自想着心事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等走到桥下的时候 罗大海才想起来问司马辉 赵老爹临死人说了话是什么意思 司马辉摇头说 我也没听明白 大概是弥留之际的胡言乱语吧 他心中却寻思 死人的口中问不出话 如今这赵老爹的身世来历 还有雷公墨 他隐藏的秘密 都已变成了一串永远也无法解开的秘密 司马辉心事重重 他抬起头来 发现此时的东方也露出了鱼肚白 回想起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真跟是做了场梦似的 伸展了一下周身酸疼的筋骨 对夏勤说 你整晚上都没回家 你爹飞疯了不敢 这时候多半正带着人满世界找你呢 你赶紧回去吧 罗大海也赶紧盯住说 千万别给你借起我和司马辉啊 我们俩的名声可向来都是很好很清白的 夏勤摇头道 没关系 我提前就跟他说过 我在我姨妈家过夜 罗大舌头笑道 嘿嘿 是吧 你看人家小夏对他做好 他从他爹那听说最近要清洗 藏无纳垢的社会团伙 就彻底跟家里边瞎话也不回家 大老远从城里过来给他通风保讯 夏勤又摇了摇头 表示并非如此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们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我很担心你们知道了之后 又会闯出什么大祸来 所以 所以我还没想好到底该不该说 司马辉和罗大海文言都是一争 盲问他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反正在人民群众眼里 我们生下来就是祸头 如今从城里到城外 凡是能捅的娄子也都捅变了 还能载着什么大祸呀 但他们却不知道 世事茫茫如大海 人生何处不风波呀